地內國小桌球校隊練球 每位小選手們都聚精會神 卯足全力和練習對手們 你來我往互不相讓 暖暖區地內國小發展桌球不遺餘力 近年來地內國小桌球校隊 比賽成績非常出色 因此傑出校友基隆市議員林敏薰 特地爭取40萬元 攜手市議員曾宜芳 爭取15萬元 總共爭取到55萬元的經費 協助地內國小桌球訓練室 加裝4台新的直立式冷氣 改善夏天悶熱 秋冬地板返潮的問題 希望幫助地內國小桌球隊 更好更強 因為我們希望在這個國小 可以培養出我們的小選手們 有一個運動的習慣 桌球剛好又是可以培養手演協調 然後跟提升專注力的一個運動 那現在在我們這個做運動 也是我們我國 在這個不管是參加奧運 還是參加這個 各個比賽 在這個桌球裡面 是適合我們國人所喜好 也是很多人在從事的這個運動 我們希望可以從小扎根 從小培養 那孕育出更多我們的這個 未來國家的這個選手 可以代表我國為國的爭光 我們會持續努力在這個小學扎根的階段 不管是桌球運動或是任何的 任何的這個運動的事項 我們都會努力來爭取 那剛剛米薰議員也有提到 因為我們桌橋教室位於地下室 那地下室 就是夏天就是熱嘛 那冬天就是潮濕 那這一台冷氣的話 它其實它有冷氣 也有除濕的功能 這個不管是春夏秋冬都是適用的 那小朋友在運動的同時 也不會因為流汗悶熱而造成起疹子 這一點家長也可以比較放心 那未來一方也會跟著我們同志會議長 還有米薰議員 還有各議員大家一起來合作 來為校園爭取更多的經費跟建設 順便做一個工商服務 我們現在那個定內國小桌球隊的這個招生 已經開始了 那也歡迎我們定內國小的同學 一二年級的家長 如果說小朋友有興趣 喜歡從事這個桌球運動的話 我們也趕快聯絡這個 我們社團裡面的成交鏈 或是跟我們學校來做聯絡 我們希望說可以有更多的學子們加入 戰力可以加入在我們定內國小桌球隊裡面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讓孩子們 培養運動的習慣 那未來甚至有機會 可以成為我們國家的選手 對於來自議員們的益助和加油 也受到校方由衷感謝 首先代表定內國小 所有的師生跟家長 感謝我們林敏心林議員 大學長的鼎力相助 也感謝一方 我們莎莎議員 跨區合作 我想說給孩子一個很優勢的學習環境 應該是每一個校長跟每一個教師同仁 跟每一位家長的責任 再次感謝 謝謝 在多位市議員分別幫忙爭取經費 改善不同的硬體設備設施下 地內國小桌球訓練市場地也越來越好 對於小選手們的訓練也將如虎添翼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